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昨天刚出台的2025年财案演讲稿当中 那有一段政府立法允许居家服刑的内容掀起了争议 公正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指出 那虽然首相兼财长安华他昨天是直接就跳过这一段不念 但是财政预算案应该预焦在怎么样去增加国家的收入 减少债务还有财政赤字等等 那为什么会出现法律改革或者跟监禁相关的内容呢 哈山卡林要求政府解释到底是哪些罪犯有资格居家服刑 是不是包括了那些在腐败和刑事失信上被定罪的人 那这一段怪异的内容是不是在为特定的精英群体 减去刑法而做的法律铺垫呢 他也警告那如果相关法令从一开始就存在优待某些精英群体的意图 那么国人和国会议员将会反对这项举措 而针对财案出现立法允许居家服刑引起争议的这件事 内政部长赛富丁今天也出面回应 昨天公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演讲稿出现一段文字 指政府希望给予所有人第二次机会 因此将起草新法案允许特定的罪犯以居家服刑的方式代替坐牢 虽然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并没有在国会上读出相关的内容 却依旧掀起了争议 来到今天内政部长赛富丁出面解释 指内阁原则上已经批准了有关居家服刑的新法案 并将在2025年提成国会 赛富丁强调新的居家服刑法案是一项全新的立法 并不会涉及修订监狱法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